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我的老长官 他派十四师四师团 去担任寿乡医师的警卫 我是当时寿乡医师会场的警卫营营长 我们都尽了我们的责任 有一天我记着我那天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 我照常上街买东西回来 他们就派我叫到一个工厂的一间房里去 这时候就有两个警察 我那时候太天真了 我还问你们为什么要逮捕我 他们就说反革命 判刑二十年